铁路工作是有些苦有些累的 条件艰苦但依依非凡 每一趟列车的安全通过 都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认可 不以小事而不为 不以难事而不前 护理工作就是在频繁中 散发着不频繁的光芒 它让我知道了生命的可贵 有脆弱 觉得我就是在做我 应该帮助你的事 这是我力所能及之内的事 小时候我们看星空 可能就远远地望着它 但现在我的工作 是在让我一步一步地走进它 慢慢征服 总有星空相伴 我觉得这就是一件 非常浪漫的事情 不管是立马甲还是红马甲 其实对于签计证者来说 这都是一个使命和担当以及责任 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历练 也是一种概念 我觉得最难的是 设计师如何让自己的作品 更好地打动人心 珠宝设计师是美的传播者 美好生活的一个孝孝 同时也会让你的生活 闪闪发光 青春就是敢想敢拼 坚持自己所爱的 然后坚持自己所想的 在自己的行业中 闪闪发光 把我这束光 能够燃烧成一团火 在这个行业里面 注入一份自己的力量 在工作岗位上 显现着指针朝夕 不复少华的实在担当 是若有战 造地府暂停胜的 监狱和破裂的勇士 这就是当代青年 该有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